各位看官啊 东方欲小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 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啊 萧瑟秋风今又是 乱了人间呢 如果太祖有灵 看到如今的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那肯定是老怀大魏呀 仅仅在不久之前 是吧 那个当时的苏联 还是中国的大哥 对吧 可是如今呢 各位 如今呢 这个中俄的联合声明 这里边呢 有眼间的中国网友发现了两点 很有意思啊 说双方决心对彼此 在本国的国家财产提供保护 并保证对方的国家财产 在临时运制本国期间的安全 不可侵犯和及时的返回 这一条很重要啊 就是俄罗斯 可以把他的国内的这些黄金什么的 避险运到中国 那不是说中国可以运到俄罗斯 如果中国要运到俄罗斯的话 俄罗斯就没了 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啊 就是这个 看到了吗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财产的保护 这是 还有这一条 大家看看 在二三年的时候 中俄 声明的时候 说俄方 说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 维持本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的措施 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 你看二四年版的时候啊 二四年版的时候 除了支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实现国家统一的举措 啊 看见了吗 加上了实现国家统一的举措 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看上一次还是承认中国领土呢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吧 坚定支持实现国家统一的举措 啊 大家明白了吧 人家普京 这个带来了诚意 普京说你打台湾吧 我支持你 坚定的支持你 好吧 你看 这个普京很懂事啊 海外的这些货都发现了 我的天哪 这么懂事啊 大哥不做 普京就不敢做 是吧 其实呢 这些人呢 不明白 在这种国际的礼节上 你到人家去做客 这对于任何一个 这个中国人来讲 啊 这都是非常平常的一些礼节呀 你有眼力见啊 哪有你到人家去做客 人家主人没做 你坐下来就巴得巴得吃了呀 对吧 啊 所以这个 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普京呢 是很懂礼貌的 普京访问中国 BBC破防了 BBC和西方美国全破防了 BBC连发了三篇文章 说普京七个月内再度访问中国 中俄关系的面子与理子 说中俄关系 习近平 普京签署联合声明 称不结盟 美国批中国不可左右逢源 啊 今天的最新的一篇文章就变成了 啊 说普京访华的解读 习近平和普京 不再是一对平等的伙伴了 哈哈 这个是BBC驻中国的记者啊 叫劳拉的 他是这么说的 说普京啊 本周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是一场展现肌肉的表演 这是俄罗斯总统 在向世界证明 他有一个强大盟友的机会 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人家普京说了 我有大哥啊 我有大腿 我告诉你们 是吧 普京因下令入侵乌克兰 而被广泛视为一个弃儿 好家伙你看了没有 啊 这个 英国的记者呀 跟美国的记者一个德行 啊 他们老认为他们是这个世界最正确的一方 谁忤逆他的意思就是弃儿太自大了 代表了全球70亿人 动不动就代表这个代表那个的 其实他们才是那个最根深蒂固的那个旺人 你知道吗啊 但对于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而言 普京是寻求一个不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关键的合作伙伴 难道不应该吗 这个世界难道永远要美国主宰下去吗 啊 习近平热情的欢迎了他的客人 天安门广场为客人铺上了红地毯 大型的乐队演奏着旧红军的歌曲 啊 欢呼的孩子们迎接两位领导人 甚至两人还有一个为了摄影镜头的简短拥抱 然后呢 是中俄两国的官媒铺天盖地的宣传 并强调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情谊 好家伙啊 这拥抱到现在他们都忘不了啊 把他们都给斗疯了 说事实上两个人不再有平等的伙伴关系 普京毕恭毕敬地来到北京 他渴望中国能够继续 与受到严厉制裁的孤立的俄罗斯保持贸易 因此他的言辞充满了甜言蜜语和奉承 比如普京说家人正在学习中文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因为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谈论自己的子女 他又称他同习主席亲如兄弟 并全力赞扬了中国的经济 称其快速发展 突飞猛进 但是习近平本人并没有赴送普京的这些奉承之词 相反习近平的言辞似乎相对敷衍 甚至是平淡 他称呼普京为好朋友和好邻居 对于中国来讲欢迎仪式和展现团结 符合其利益吹捧客人则不是 乌克兰战争改变了两国的关系 揭露了俄罗斯军队和经济的弱点 习近平会明白他现在掌握着主导权 这个莫斯科现在被孤立了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可能有些紧张 但北京并未如俄罗斯那样与世隔绝 也不希望如此 尽管公开的声明可能缺乏热情 但是习近平确实暗示了北京对两国关系的重视 他邀请普京前往中南海的官邸 很少领导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进了中南海 是两国关系处于最好的时期 习近平试图取得微妙的平衡 他想与普京保持联盟 同时也知道与一个不受全球欢迎的人物的紧密关系 会危及他与西方的稳定关系 这对于协助中国的疲软经济至关重要 当然了两国之间那最根本的还是利益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啊 对吧 普京是吧 普京现在明白了 本国是指点了普京明白了 一步一步的海深维远东 你只要利益够大 你们就知道了 对吧 普京现在回去正准备呢 现在看来 普京就当了习近平的小弟 他们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 还是想通过这个离间挑拨中俄的关系 没有用 没有用知道吗 美国和西方再怎么着急 没个毛用 这个丹麦最大的酵母的生产商 叫这个科汉森 宣布停止向俄罗斯供应酵母 酵母 这个该公司控制着45%的市场份额 但是你弄一个这个民用的发面的玩意儿去制裁俄罗斯 你这不是搞笑的吗 中国的安琪酵母作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的供应商 人家在俄罗斯有分公司呀 做梦都笑醒了 你看丹麦的这傻缺 弄一发面剂 他还自己撤出了俄罗斯市场 那正好全给了人家中国的企业吧 你说这帮傻缺 而原来的时候呢 秉持着大俄罗斯主义的那个著名的那个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杜金 杜金他的女儿不是被乌克兰给那个弄死了吗 对吧 然后呢杜金接受了中国记者的采访 说你以前的时候90年代 你认为中国会全球化改变 会加入西方 后来你改变了你的看法 你又对中国友好了 你又支持中俄友谊了 为什么你怎么这么想啊 杜金说当然绝对的 这个变化25年前就发生了 这不是新的变化 我的观点变了 因为中国改变了 世界改变了 俄罗斯改变了 地缘政治也改变了 用断章取义的观点来攻击我是不正确的 我在2000年访问中国以后 我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会见了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我的看法现在完全不同了 我对中国越了解 我就越钦佩他 实力 实力 唯一重要的是实力 知道吗 这么一个老反华的分子 现在180度的大改变 我们再看看中国在联合国的实力吧 这个特别有意思 大家看看这个啊 这绝对是联合国大会最离谱的一幕 它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尊严 只在见风之上 俄乌一周年之际 联合国安理会对乌克兰问题举行公开会 当时乌外交部长 道德绑架在场所有人 对乌克兰受难者默哀 屋外长欢迎刚落日本代表立马起身 结果发现 哎 亲爹没站起来 他只好又坐了回去 下一秒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站了起来 日本才跟着起来 小日子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无声的马屁 爱的最想 当英美代表站起来后 其他小国左顾右盼 纠结自己战队毛熊还是英将 没有中国代表稳如泰山 你说归你说 我占算无数 原本巴西代表也想起身 当看到旁边的中国老大哥 跪然不动 他也就坐了回去 这一幕很好的诠释了 什么叫入国无外交 全场15个国家代表 只有中国 俄罗斯 巴西没站进来 面对乌克兰的刁难 俄外长原本打算讲话 但话筒没声音 等到默哀结束后 俄外长立马挽急 让大家为所有遇难者默哀 好家伙 这格局一下就上来了 当各国代表都蒙圈了 双重目挨的事 还是头一次发生 而秘书长 做好扮起身的姿势 放下中国 所有人都看着 一锤定音人的动作 而刚刚稳缩 钓鱼台的中国代表 一起身 其他代表才站起来 虽然美国代表 心不甘情不愿 可你不默哀 就是和全世界人民作对 也就是这两次默哀 让所有人都明白了 什么是尊严 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 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尊严 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 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18年 60多岁的叙利亚外交 为了祖国安宁东奔西跑 还在联合国表示 自己国家没有化学武器 不应该受到制裁 可是他的话还没想完 英美代表提前离场 只留下这位老人 落寞的身影 这不禁让人想起 百年前巴黎河会上 真理 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华春莹 说美国是小麻雀 这个特别解气啊 中国从来无意挑战 或者取代美国 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 我们关心的是提高 本国人民的福祉 最重视的是实现 中华民族的复兴 最期待的是 世界的和平稳定 燕雀 安之洪湖之至 那些声称 中国想超越美国 成为超级大国 声称中国要试图 推翻现有规则体系的 那些人 显然是以己夺人 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 严重的误判和误读 燕雀安之洪湖之至 说什么意思呀 这美国你个小麻雀 这个中国洪湖之至 你们了解吗 你的眼界 岂能够 跟大鹏相比呀 对吧 好吧 这中国 这真是萧瑟秋风 金佑氏 短短几十年 惯了人间啊 太族 英明 两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咱们下期再聊